中區是香港的經濟中心 有多個大型商場 當中還有不少文化藝術的好去處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個 游覽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茶具文物館 和孫中山紀念館的行程 包你耳目一身 首先,我們來到位於香港公園的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中心以前是十九世紀的英軍軍營 改建的時候 加了現代化的金屬支架和玻璃添幕 很有特色 這座舊域多利軍營軍人宿舍 以前叫卡素樓 它有愛德華古典復興建築風格 為了遷就陡斜地勢 建築物好像樓梯一樣 以四個階級組成 在這裡經常舉辦陶瓷、雕塑 和版畫的工作坊 也舉行各類型的示藝展覽 在這個優美的環境體驗藝術 確是賞心樂事 走出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就是環境優美的香港公園 只需要步行五分鐘 就來到公園另一邊的茶巨文物館 茶巨文物館的建築 屬於希臘復興期的風格 文物館前身 是英軍總司令的辦公大樓和官邸 建於1846年 金字瓦頂、木製百葉窗等 很有殖民地建築特色 茶巨文物館 是為了推廣茶藝文化而設 展出了由唐代至清代的茶巨文物 和介紹中國歷代的備茶方法 文物館旁邊的羅桂祥茶藝館 還可以欣賞珍貴的陶瓷和印章藝純文物 另外,茶巨文物館經常舉辦茶藝活動 大家來參觀之餘 又可以享受品嘗中國茶的樂趣 之後,我們可以搭電車去中環 沿著行人扶手電梯到中半山 附近是蘭桂坊和蘇豪區 沿路的食市充滿特色 是中區的飲食熱點 來到蘇豪附近 一定不要錯過一座很有特色 極具歷史價值的孫中山紀念館 紀念館原本是香港富商 何金堂的府邸 1914年落成 是香港現存少數的二十世紀初富商大宅 為活化這座建築物作為展覽場地 當時的改建工程花了很多心思 在這裡,大家可以原汁原味 看到孫中山師生的事跡之外 還可以欣賞到 英皇愛德華時期的獨特建築風格 孫中山師生年輕的時候 在香港讀書 紀念館展出的展品都有豐富歷史價值 而且突顯到孫中山師生 和香港的密切關係 參觀完紀念館之後 大家可以繼續游覽 參觀到孫中山市直徑的其他景點 這次介紹的三個地方 建築物本身和展品都充分展現 香港中西融合的文化特色 大家不妨以全新的角度 走由中西區 輕鬆享受我們的歷史文化和藝術設施 並且有多新的一位 展品都充分展現 展品都充分展現